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H&N 今天我們就要說 我們一位新的成員的加入 就是他啦 Yeah Legolas aka蘿蔔糕 Hi Yeah, Hello 你不要這樣吧 好吧, 拜拜 其實這隻蘿蔔糕 我們就收養了它一個月多一點 話說其實我一直都很想養貓很久的 那我就一直在看那些SVCA那些 但是我個人對於貓有這個選擇困難的 因為我想像到我自己走進去一間 就是很多貓的地方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全部都養了 我就選不了了 後來就經過我們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呢 的朋友呢 就做開這個技養的 但是因為他就移民了 所以就不可以繼續做這個技養的工作 那他手上就有一隻很可愛 就是剛才那隻 就是看到的Legolas 我們就領養了他 不過呢 其實他也不是一隻普通的貓 其實Legolas呢 他的生世都很可憐 在我們領養他之前呢 他都經歷了很多不開心的事 事完呢 其實就是他之前呢 就是相信被人很粗暴地對待 那其實他的尾呢 就是相信被人很用力地扯過 就是說俗一點 就是稱是扯貓尾 那是很殘忍的一件事 就是扯到其實他的神經是受損的 所以基本上呢 他就不可以 就是好像其他貓一樣 控制他的尾發上來 基本上長期都會倒下來 那就是可能 其實都動到一點點 但是整條尾發上來 其實已經不可能了 重點呢 其實都不是條尾發得很高 而是呢 就不可以自主地去洗手間的 是啦 就是相信就是 那時候就是被人入療片 那就 但是又沒有清理又沒有換 那就是 塞住了 所以其實最初 就是聽說呢 就是 他剛剛接收的時候 那個情況真的很壞 壞到是說肛門啊 尿道全部是塞住了 所以就 就是當時呢 就是蘋果日報是有報道他幫他 就是眾籌是要去做一個大手術 那就是 他其實本身是男生來的 那但是就是因為 就是這個手術呢 要幫他整個做口 尿道要做口 那所以呢 他就不單止絕育 整個器官都 切掉了 所以其實他現在變成一個 跨女 嗯 就是貓界的跨女代表 就是Legolas 嗯 那話說呢 那因為他的 身體的狀況 那所以 他也有很多特別的方式 要去特別照顧他的 首先就是 他有個貓豪宅 其實本身呢 就是農養的 那但是呢 我在這個淘寶就看到 咦 有貓豪宅這麼厲害 那就馬上搜尋一下 然後 還可以啊 都挺帥的 就基本上呢 就在這個豪宅裏面 就鋪了尿布 那就 他就隨時去都可以了 嗯 尿布呢 基本上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 因為他 基本上去哪裡都 有機會 就會隨時失禁 基本上是 他 放鬆的時候呢 就會去 蛤的了 證明其實他是有意識 去蛤的 但是呢 有時候就 可能坐了很久 他以為蛤了 但是未蛤 或者蛤不完 那就已經走了了 那所以有時候呢 就走開 對 所以可能屁股就不在貓衫盆裡面 而是周圍都各自有一顆 甚至有時候呢 可能其實是黏住了他的尾部 那當然 甚至可能他有時候是蛤了之後 自己踩回 又很常出現的蛤 所以我們都經常叫他臭貓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他做蘿蔔糕呢 那就是因為 首先他的膚色 不是毛色 不是膚色 是毛色 不是 首先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Legolas好像 你的名字很厲害 我想一些rocal一點 他就很想用一個 食物名字 然後來講一講 發覺他的毛色又灰灰白白 有點像蘿蔔糕 蘿蔔糕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近應該要留意 你打開雪櫃突然間有很臭的味道 煎來吃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打開雪櫃那一刻就有臭的味道 就等於我們打開貓豪宅的時候 就有臭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豪宅 因為牠其實也有臭的味道 這個也是照顧牠 其實前主人也有說過的 最大的恐慌 所以為什麼牠要去Foster 要走的話 基本上這隻貓 就很難找到主人的 因為這樣一個狀態的貓 基本上很大機會都是 會引導處理 對 因為很多 即是那些 不知是愛協 愛協會那些 牠不會留很久 一段時間沒有人要牠 牠應該是一個很低的優惠 所以我們就跳下這個屎坑了 的確名副其實是屎坑 雖然說我們平時大部分時間會放在牠的貓屋裡 但是我們都會放牠出來 即是像貓沒理由24小時放在牠的屋裡 但是我們都… 牠的特別情況 我們其實整個客廳都一定是… 我們首先… 我們每一天都會… 牠會放… 即是坐牢 在貓豪宅裡坐牢 每天都會放風時間 那基本上就是牠吃東西 之前我們都會放牠出來 讓牠運動一下 跟牠玩一下 那… 當然放牠出來之前 我們就說剛才那些東西 即是準備好… 放了全部都是尿布 那些可以洗… 那些叫做尿箭 尿箭 有些可能是直氣的 有些可能是可以洗的 即是可以reuse的 但是… 都可以說這樣 尿箭 基本上就是… 最主要養牠的其中一個消耗品 是的 我們就會將客廳物鋪平面 然後就有牠… 走呀… 走走滴滴的… 過兩小時 這些日常的生活 但是因為牠的特別情況 其實牠… 我們都保持著… 其實都不是我們先的 就是我們上手那個Foster的主人 都有幫牠的定期是做針灸的 原來… 熱貓… 都可以針灸的 話說因為牠的神經受損 所以針灸是可以幫到牠… 刺激回到牠的神經 令牠們… 就通回這樣 即是希望 那…所以我們就… 帶牠去針灸 那…真是有些效 那… 那我們其實針灸 基本上… 就是一個月就兩次左右 那…都真的希望可以… 即是改善到牠的情況 譬如邊邊… 可能牠的尾… 都希望牠有多一點的反應 那… 都真的有… 有些… 有些進步 其實是到了三次左右而已 即是來到… 不太久… 即是約了… 但是呢… 都明顯看到牠的尾… 就… 因為呢… 其實貓… 尤其是牠的長毛貓… 牠的尾通常是… 很… 即是很fluffy 很多毛這樣 那… 就明顯看到牠的尾… 其實牠的尾尾… 其實牠的尾尾… 已經… 前半部分… 現在是深色了 和fluffy了 那…現在呢… 就… 尾尾尾尾尾… 灰灰的… 就很明顯是… 尾尾尾尾尾尾… 那些貓很不喜歡洗澡 我以前也養貓… 我以前也養貓… 一年都沒有洗一次涼 牠自己在那裡舔舔舔… 很乾淨的嘛 但是這隻貓就不行 這隻貓… 要逼牠洗澡 一個… 一個星期自己幫牠洗一次 然後一個月帶牠出去… 大洗一次 好像洗車一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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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因為牠長毛貓本身都要做這件事 那牠呢… 就更加是… 那… 就是牠的… 牠的髮口… 就是牠現在是垮女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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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傷口… 那種髮口就要… 就是保持清潔啦… 看乾淨的毛啦… 那… 那所以… 每個月都拿出去大執拆… 這些高豆貓… 一些布偶貓是… 高豆貓.. 是不是呢? 高豆貓… 那… 那平時呢… 就是… 撇除牠這些… 就是特別的需要 那… 其實牠都是一隻很可愛的… 一隻布偶貓來的… 她都很懂得撒人 很有趣的 Polk媽媽的其中一個最特別的支柱就是 其實很親人 而且她的叫聲很會撒 又小聲得來又會撒 聽到她喵 就真的軟了 心都軟了 但有時候 譬如我們剛才說 我們每天都放她兩次 有時候早上有時候 我們在睡覺 可能她的時間到了 但又想叫醒我們 有時候貓會跳到主人上去叫醒 所以有時候她會到時到後 在屋內喵 喵 喵 好像在吹我們 有時候我們晚上 她晚餐那一餐 譬如我下班回來開門 她就會不停喵 喵 吹我們快點啊快點啊 有時候你經過 她睡覺時就會喵 喵 很搞笑的 即是呢 咦 你經過啊 順便吧 不如開個門來吧 嗯嗯嗯嗯 還有說她吃東西吧 其實她吃東西呢 就都 怎麼說好呢 很可愛的 我覺得她不是怎樣 吃東西很差的 其實是 真的很好 她捕真的挺差的 因為呢 通常那些貓很 即是很餵食的 很多很多 她真的一點都不餵食的 對呀 你給她一些零食 不喜歡吃零食的 她頂端可能是 擋一擋 然後就 吐回來了 即是好像咬了 接著咬不到 就算她吃正餐 都是 即是我們放一個盆 裡面 放一些水 可能她 剛才她很有趣的 她通常會擠完大部分的水 然後就剩下 那些貓糧 一大塊 接著吃呢 有時她喜歡 擋起來 拿去第二道 即是拿去盆外面 吐回 放回去 接著再慢慢 放 總之她 吃東西 即是如果她在野外 應該餓死了 但是呢 她有一件東西 就很激烈的 也都是她很喜歡的 椰子油 對啦 因為話說 貓是可以 吸收少量 少量的 unprocessed 即是 unrefined 的椰子油 那對牠們的 腸 和毛髮 都會更漂亮 所以我每天 給牠吃 但牠真的超重 我們可能當是 牠飯後的甜品 見到椰子油 可能睡在那裡 立刻站起來 就會立刻爬上 牠在下層 立刻爬上來 已經不停叫我 開門開門開門 那樣 我們呢 值得借這個機會 希望可以訓練到牠 就是給牠 輕輕 叫Hifi 那樣 即是牠給了 有做到這個指令 才讓牠領 我們現在都還在努力 另外呢 我們領養牠 我想大概一兩個星期 可能開始熟落 真的發現牠 真正的壽性 哈哈哈哈 我們發覺原來牠是一隻腳膠 哈哈哈哈 牠喜歡咬腳的 特別是我的腳 不知道為什麼 是牠 有時候會真的咬下來 但是我們這些愛的咬 其實牠之前都會有些咬手 你摸牠的時候牠很厲害 對 可能突然之間牠不鎖 就可能會 也不是的 就算是不在的 就大力一點 不在的 他都會 不知的 總是覺得好像牙痕 還是什麼 後來牠的牙痕 就不只咬手 可能平時都出來 看到我 就會 裂蜜 對 塞驚毛 其實我就感覺到 牠那些 然後我就會 牠會釘著 釘著 我走去哪裡 牠會釘去哪裡 有時候 我們會給牠聽的活動 有時候我關上房門 我會釘出來 例如牠爬著窗 看外面的街景 一看到我 從房間走出來 就會 撲過來 然後 有時候牠是很狡惑的 然後牠看到我的腳 慢慢走過來 然後 摸一下 摸一下 當你很生氣的時候 就 咬下來 然後 我也知道牠會弄東西 那時候牠 掩著我想咬我 我試過 就跪在這裡 沒有腳被牠咬 那牠就會看著我 咬 張大眼睛 咬 我小腳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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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不知道很生氣 只是好笑 對 那我訪問一下你 你是不是 完全變成了一個貓爐呢 嗯 也是的 哈哈哈哈 話小牠是松林 沒有養過寵物的 你看牠 嘩 貓爐啊 歡迎這個貓爐 加入我們這個貓爐的大家庭 對了 為了牠 我就開了IG 如果想多看一些牠 不是這個 是牠的漂亮照片 影片 就在下面 按下 我們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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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牠的IG 也要追蹤我們這個頻道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講一下牠的趣事 其實有很多趣事 可以我們之後慢慢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馬上磨屎 嘩 嘩 嘩 好臭啊 好臭啊 好吧 比特賈一張照片 你太會糟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